又到了传统佳节中秋 大家都在摩旋擦掌 等着过节放假 赏花赏月赏秋香了 那这时候各家各户必备的 就是月饼 最近这些年 一到中秋就骂五人月饼的网闻 到处都是 那五人月饼难吃 也经常会被喷丧热搜 传播之广 覆盖之大 影响很坏 那按这个发展来讲 五人和月饼这两个词的组合 早就应该在大众的字典里 被抠掉了 五人月饼完蛋了吧 可是没想到的是 回顾2019年 也就是去年 月饼销量数据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五人月饼不但没消失 销量反升 在全国各地销量霸榜前三 部分省市甚至冲到了第一 那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啥对五人月饼越黑 五人月饼销量越红 难道是五人月饼是差评的黑洞吗 那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有趣的现象 分析分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看我的视频 有帮助你改变人知 和提升格局的功效 没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下 不然你以后想找都找不到我了 我们继续说 我们从几个方面分别来看 第一 五人月饼销量到底有多高 第二 为啥会这么高 第三 五人月饼真的很难吃吗 光靠嘴说肯定是不客观 要想了解五人月饼销量到底有多高 咱们得拿客观数据来说话 咱们先来看看 月饼市场到底有多大 据一份来自中年浦华的 2020-2025年月饼市场现状调查及 供需隔级分析预测报告的通缉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月饼销售达13.8亿个 那销售额规模接近197亿 换算下来相当于 每个人至少买了一块月饼 并为此支付了14块钱 来自爱美咨询的数据显示 从购买渠道来看 71.6%的用户选择在线下门店购买月饼 17%的用户进行线上消费 如果你以为在朋友圈买月饼很洋气 很潮流 那你只不过是少数 既然购买大头都是在线下门店 其次是电商 我们先来看门店里面 这71.6%的人群 买月饼的时候 他买的到底是啥 那我引用的数据 是来自于一个叫 全国连锁店超市西基网 对2019年中秋月饼销售旺季期间 超市post机扫描数据的一个统计 那数据全部来自于超市渠道 由北京木丁商品信息中心提供 那从口味上来看 全国前15种口味月饼的销售额比例 如这个图所示 那从这个图表可见 销售最高的是蛋黄联融 而这个五日月饼以18.48%排名第二 超过第三名豆沙口味 10个百分点以上 那这个结果有点意想不到吧 你喜爱的口味 很可能都得排在五日的后面 成为了小众 那看完口味总体销售额 我们再来看看地区口味喜好的一个分布 对比后你会发现 在华东和中南地区 五日月饼销量排名第二 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五日排名第一 而在西北和西南销量 虽然稍差也是排名在第三 那五日月饼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在全国各地的销售中 出于领先和霸榜的地位 那看完现在门店数据 我们再来回到销售第二的电商渠道 来看一看 不同平台的榜首并不相同 那京东的这个排行上 蛋黄联融稳居榜首 随后是五人火腿豆沙奶黄和水果 而比比京做的这个排行榜 相对于京东人也 它更加综合 它的数据来源于京东和天猫商神 平台的这个销售监测 比比京给出的排行榜上 五日月饼销量 占整体销量的21.6% 成为榜首 而蛋黄月饼以21%紧碎其后 之后才是联融 豆沙 火腿 水果等等 那上面我讲了半天的目的 首先就是在客观事实上 要告诉你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五日月饼并没有从市场里面消失 反而是大众月饼消费里的 钟爱之血 那对五日的差评 根本撼动不了 它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那看了上面的数据 你是不是很惊讶 一问从生呢 那既然网上一边倒的黑 五人的口味俱诧 这个现实结果有点太魔幻了吧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那么诚实 其实不然 这些消费数据里 自然就藏着奥秘 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首先来看 月饼的消费特性 它决定了传统 它不会丢 爱媒数据显示 接近八成的受访消费者 依旧选择传统口味 在总人群里面 占比78.4% 那9.1%的消费者 愿意尝试创新口味 对于燕五儿鲍鱼 等这个保健品口味 只有2.3%的消费者 愿意尝试 而对于小龙虾等搞怪口味 消费者 并不为私买单 那传统口味里 五人 莲蓉 冰皮 依旧是大众消费者 最青睐的 那所以啊 五儿天然就在 飞行项里面 那第二呢 嫌弃的这帮人 他并不消费 消费的 他并不发生 那就购买者意愿来看 数据显示 超过半数的人 仍然会选择购买月饼 其中 39.8%的人 购买月饼 是为了自己吃 那这个是大头 买的话 要么是线上 要么呢 就通过一下门店 前面啊 咱们提到了门店 和电商数据里面 已经看到了啊 他们就是会去选 传统月饼 五儿在各大区的排行 就是佐证 那20.5%的人 购买月饼啊 是为了送亲朋好友 他自己并不吃 所以五人不五人的 人家根本不在意 那剩下20.5%的人 因为不喜欢月饼 而会放弃购买 还有19.3%的人 由于公司和好友赠送 他不愿意购买 那有了这个数据 那么购买者画像 咱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网上对五人差评 如此之多 而这些能够发表评论的人 主要集中在 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 他们要么就是 不买不喜欢 这20.3%里的 要么呢 就是自己不买 等着公司发的 19.3%里面的 他们虽然在网上闹得欢 商量大 但是对销售数据 和购买者习惯 做不到任何改变的 而会买的这39.8%人呢 基本上都是 50后60后和70后 他们都是出于 习惯进行购买 有个名词啊 就是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 叫习惯性购买行为 那习惯性购买行为是指 消费者并未深入收集信息 和评估品牌 只是习惯于购买 自己熟悉的品牌 在购买后可能评价 也可能他不评价 说人话就是 我花钱从来都只凭 我自己的喜好和习惯 只是买自己熟悉的品牌 买完之后 通常也懒得评价 比如我们家 洗手液 我只喜欢买舒服夹 那洗发水 我只用海费斯 压高呢 我就喜欢中华 无论现身还是现下 超市里活动多大 我每次去了 就直接买这几个牌子东西 买完我就走 你影响不了我 我也是习惯性 问人好评 甚至都懒得做评价 那了解这个名词 你就明白这种现象了 所以网上生意虽然大 但是50后和60后 基本他不上网 根本影响不到 他们的消费习惯 而70后呢 他虽然上网 普遍年龄 也在40到50岁以上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 习惯性的购买行为 只会习惯于购买 自己熟悉的品牌和口味 并且呢 他们不会在网上留下 买东西的评价 也没有兴趣参与讨论 所以喜欢五二月饼 和其他传统口味的人 虽然技术大 但是网上不发声 导致他们的声量小 被80后和91后盖过去 那这就是为什么 雷声大有点小 感觉没人买五二月饼 但是呢 客观销量就是非常大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 能改变这个习惯性购买行为 那五二月饼到底是不是 如网上传的那么难吃呢 这里从五二月饼的原材料 和工艺制作上 咱们进行分析 所谓五二月饼 就是由五种果仁 为原材料制作的月饼 一般来说 广式月饼的五二有这几种 核桃仁 杏仁 橄榄 瓜子仁 芝麻仁 为此还专门有个国标 对这个原材料有一个要求 而其他月饼呢 比如说京式 苏式月饼 就没有对五种果仁进行要求 那网上批评五二月饼 不好吃的 一般就集中在它的口感上 干硬 糖各芽 青丝红丝 味道差 确实没错 五人月饼原材料 主要就是这种五种果仁 它油大 油脂很容易流失变脂 所以油脂一流失 果仁就容易干硬 保存不好变脂了 就容易有一股哈拉味 那这么多果仁 包在月饼里头 那怎么把它们粘到一起呢 用的自然就是一个融化的糖 放时间长了 糖就更容易硬化板结 形成经济颗粒 那吃起来就更加的硬 更加的各雅 而青红丝味道奇怪 辣辣的 那它是因为啥呢 本来正宗五人月饼里面 放的这个青红丝 都是由糖染色的陈皮制作 那陈皮是啥 是橘子皮 柚子皮 那秋天用来开胃养胃 正合适 而现在不少商家为了赚钱 它偷工减料 用的是西瓜皮 萝卜皮 等等 不用染色省钱了 红绿色是有了 但是味道就差了 所以吃起来辣辣的 味道很奇怪 那这些就是五人月饼 为啥被口诛笔伐 难吃的原因了 那总而言之 还是钱没花到位 一块钱一个的散装月饼 不能买 便宜货 商家提前备货 吃起来那肯定是口感差 还是应该多花点钱 一年咱就过一回中秋 想吃点好吃的 传统的美食 一分钱一分货 买点现做的月饼 还是划算的 虽然网上骂了凶 现实却打脸打得欢 而这儿 就是一个客观的 真实的世界 月饼这块 网络舆论它做不了主 掏钱的才有话语圈 而碰巧 买五人月饼 又是习惯性购买行为 花钱的人可以不发声 你却不能当这个市场 它不存在 我说的有道理吧 当你买了难吃的五人月饼 你反而要反思一下 你自己的消费观念了 比如说是不是只为了便宜而购买 你喜欢便宜 那商家更会利用你贪便宜的心理 我们看一下电商数据平台的一个销售数据 那五十块钱以内 买月饼的人只有四分之一 那更多的消费者 他的购买分布在五十到二百之间 那想吃点好吃的月饼 那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是童子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请给我一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